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讀香港历史建筑系列 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讀香港天文台 早在1883年天文台已经为自民服务了 和我们识识相关的天气变化 都是由天文台的职员 在我身后这一座 18年历史的天文台大楼里面 为大家预测天气 今天我们会有 拓展公共空间的成员 城市开华师 带大家看一下天文台的历史建筑 解构它的特色 Jeffrey和Canon 更加会和大家去到天文台附近的 顺涂山花园 看一下属于天文台的另一项建筑 和它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城市开华师Jeffrey 大家好,我是助理城市开华师Canon Canon,我们现在来到 香港天文台的总部 说实话,香港天文台是什么呢? 香港天文台我们不如说多两句 关于它的简介和演变吧 香港天文台于1883年成立 成立至今已经超过了 1830年的历史了 当初成立的主要原因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因为香港开埠以来 随着人口的慢慢增加 台风造成的伤亡和破坏 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 去到1874年的时候 经历了这个甲殊风灾 对香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破坏 其后去到1879年 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提出 在香港应该要成立一个 专绩的气象观察台 为船隻、为市民提供一个台风的警告 是的Canon 除此之外 英国皇家学会认为 香港的地理环境、卫视都相当之好 很适合做气象研究 尤其是是台风的 其实说回来 香港是一个中国南部的沿海城市 在19世纪的时候 航运业已经很发达了 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和港口 是有必要为市民和航海人士 提供一个准确的布时服务的 那没错了 香港天文台初期提供了 气象观察、布时服务、地池观察 以及热带气旋警告的服务 这些都与当时的航运业是相关的 天文台的总部当年 就是预纳在小山丘上 小山丘早期被称为艾尔尊山 海拔大概32米左右 是气象观察的理想地点 在1951年天文台大楼的左边是一号宿舍 而它的右边是信号杆以及侧楼 信号杆随后被四周迅速发展的高楼大厦遮蔽了 最后去到1978年就拆射了 而它的原子就兴建了八周年纪念大楼 我们现在就来到1883大楼了 随着第一任的天文师 即是第一任的天文台台长 杜柏克博士 在1883年的夏天来到香港 香港天文台就在同一年成立了 香港天文台1883大楼在1984年的时候 新大楼定为法定古迹 大楼就建在高地台上 呈祥方形 楼高两层 拱形窗和长走廊都别具特色 大楼是1990年的时候有重收过的 没错了 随着附近的新大楼落成 天文台的各样技术 以及职务部门 已经搬迁到新大楼了 不过 旧大楼仍然是台长办公室 以及行政中心 Canon 来到1883大楼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里的建筑特色呢 不如我们先由正门开始讲起 正门的部分 它的底座柱等 是呈长方形削边的 而柱头就是仿照了 这个科林斯式的柱形 配上了窝卷的叶形装饰 我们再看看 在架在柱等上的拱门 它的正宗就用了 一个粉饰过的灌石修饰 而在底层 以及上层之间的天花线 就塑成了一个几何的图案 源自建筑正面向横两边伸展 上层的柱等 就以半路逼道的装饰 而它的柱头 也是走这个科林斯式的 而上边也更加有一个圆形的饰物做装饰 刚才看完外部的装饰 现在就走进去里面看内部装饰 楼梯的设计也很有特色 扶手 篮杆 楼梯的斜梁设计也非常精巧 而大楼露台的灯箱 刻有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拉丁文 Victoria Regina 宿舍是V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一些的展品更加会令到大家感受到天文台人员的使命感 工作的热成 以及他们创新的精神 对啊 没错 Canon 让我讲一下天文台的演变 其实香港天文台在一百化山棉就成立了 当时香港已经是东南亚重要的港口 所以天文台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航海人士布置 而其次就是进行气象和地池的观察 在1909年6月开始 天文台就将天气图 将贴在各大码图里面 就让市民可以参考到那时的天气 在我身后的这幅图 就显示了天文台现存最早的一个天气图 这张图绘制的日期就在1909年的6月30日 好 来到这里讲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1941年的时候香港就被日军占领 天文台的正常工作就被迫各自 但凭着几位被日军俘虜的职员的信念和毅力 在日治期间 天文台竟然断断续续续维持到部分的天气观察工作 成为战时唯一执行到日常工作的政府部门 但大家都想到限制于当时的条件 部分的记录就比较原始 例如在1942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观察其实都以人手记录做在烟包背面 又或者是附设在灌装饼干 糖果里面的画卡上面 在战后的数十年里面 其实香港的人口就急剧增长 经济活动就很蓬勃 政府就对公众的气象服务就很重视 同时也都加大了对天文台资源的投放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 全球的气象科技都日新月异 造就了天文台其实都很急速发展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里程碑 不如Canon我们讲一下 没错 不如我们简介一下一些主要的里程碑 在1959年的时候 在我们香港的大老山 就设置了首座的天气雷达 去到1987年 香港的天文台科学主任 就开始主持电视的天气节目 去到2001年 随着通讯的发达 天文台位于长洲的最后一个信号站 就关闭了 标志着利用悬挂风球传递风暴信息的时代 画上一个终结 当年利用到风球的标志 部分这些风球标志 现在就放在我们天文台的总部作展览 大家对现在的风球标志也有点认识 不过以前的风球标志是怎样的样子 以前的风球标志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头上的10号风球标志 它是1931年开始应用的 是一个实体风球由铁所造成的 大概的重量就是25公斤重 大家试想像一下 当年的人员要用人手拉起25公斤重的风球 哇 都相当重 它大概的长度就为1.2米 闊度也是1.2米 它的高度高一点就是1.5米左右 在60年代的高峰期 全港有42个信号站 为大家发放这个风球的信息 现在就讲一下香港天文台的台飞 天文台的台飞其实经过多次的变化 现在的台飞是源自于1997年沿用到现在的 它的基本構思是源自于太极两而阴阳调和的概念 在香港每当台风集港的时候 所有市民都会立即想起天文台 所以用台风的形状作为天文台的台飞 都是很顺理成章的 加上正宗的十字座标 整个标志就像雷达监测台风雨带一样 就表示天文台时时刻刻都监测着天气的变化 以最准确的预测天气为目标 是啊 没错 Jeffrey 设计者就把台风的形状左右拉两边拉阔了 套在地球一样的圆中大扁的外框当中 取其平稳、慎重的形象 同时之间亦都代表着天文台的工作范畴 包括了气象、地球物理等等的方面 当中用的颜色用了蓝色 蓝色就代表天空的意思 白色就代表着台风的螺旋的云带 小方格代表着什么呢? 小方格代表着这个雷达图像的像素 反映了天文台是紧贴着数码年代的科技 有点漂亮的东西 然后就是实际上的厚度 词曲 组织 更有资料 准备 我这些资料准备到 喂,是不是阿陳? 喂! 喂! 浪浪,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見了 你怎麼樣? 我們先說吧 不用這麼快 坐吧 喂,陳伯,這麼多年沒見 我都很懷念我們以前一起上工廠的日子 不過高華法很久沒見了 現在十多二十年沒見面了 現在好像在打一項風球 多大風 那什麼呢? 山竹吹過來 天文台說有機會刮鋼高風球 說起風球我們最有經驗 以前你記不記得 船屋窗大大小小的窗 我們都用米字形貼上 萬一那些玻璃碎了 可以避免損失 對吧? 不過你說起又說 我要打給孫仔 要買好食物 儲糧才是 打大風 一定要儲糧 喂! 小生,阿爺 Hello,爺爺 你這麼早呢? 今早就去晨溫嗎? 是啊,你是不是在家 今天天氣還不錯 明天就好像打大風 你記住去入好野食 儲糧才是 嗯,知道啊,爺爺 爺爺你果然薑越老越辣 好有準備 我現在就去買東西了 我買完東西就來大包找你了 好吧,你快點回來 我等你 拜拜 拜拜 喂,陳伯,趙新過來 好啊 好啊 羅王啊 香港雖然是一片福地 沒什麼天災 但每年總有幾個颱風殺到你 我們不可以掉以輕心 沒錯啊 其實颱風每次形成的時候 我們都留意著它的情況 預計的路徑和對香港的影響 每次都做足功課 羅王啊 想當年的溫代 出來的時候 它叫來的狂風暴雨 哇,好厲害啊 真是搞到磨日磨天 一片灰藍色的 整天都是 哇,真是好厲害啊 是啊 想不到那次真的這麼厲害 風很猛烈 哇,羅王你的記性真是好啊 這樣也記得 我也記得有些印象 哇,當年到街上 哇,滿地都是那些垃圾 還有些衫啊 狼心竹啊 還有磚頭那些 都是 除了那年很厲害的溫代之外 還有很厲害的颱風 那些艾代啊 維奧拉啊 路斯啊 還有什麼 那個賀杯啊 還有那個愛倫啊 都是很厲害的颱風來的 哇,說起溫代呢 真是傷亡慘重啊 我記得當年超過百多人啊 哇,不是死的死就是失蹤 是啊,陳怕 不過那些問題其實之後都有做事的 他們都有減低而已 那些颱風是對香港的影響的 在1978年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兩天天氣預報 去到2015年的時候 就增加到五天了 所以其實呢 都是一個服務質素的改善 哇,羅王你對天文台也認識很多 現在天文台的服務很齊備啊 設施也很齊備 所以現在還有颱風預警 可以讓我們做好準備啊 哇,真是浪費力啊 喂,小新,這邊啊 爺爺 你買了什麼這麼重啊,小新 想得來大包米 我當然買了好大包米啦 還有,買了一卷膠紙啊 稍後回來跟你貼玻璃窗 說起,貼玻璃啊 貼膠紙啊 老陳最有經驗啦 老陳,這個就是小新啊 小新,快點跟老陳打個招呼吧 陳伯伯,很久沒見啊 哇,小新,牛高馬大了 現在這麼大個兒子呢 對了,還那麼乖 打風落雨,懂得風 王伯,貼膠紙 烈 啊,既然難得一場見到陳伯伯和爺 那我就要和你們學一下 怎樣去貼玻璃啦 啊,說起,貼膠紙我們最有經驗啦 對了 好,我們現在就出發回去貼玻璃啦 那現在呢,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身後的這一座信號塔 信號塔就坐落於大包米信號山花園 那是由香港天文台在一九零七年興建的 就用來擺放呢 原子就位於這個前水景總部的原屋 裡面的一個時間球 那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呢 就是希望善用到這一座山頭地勢高的這個優勢 就避免了我們的布時信號受到干擾 那就繼續肩負起為維港船隻布時這個責任 是啊,Canon 後來去到無線電報就普及了 那天文台去到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呢 就除下了這個信號塔的時間球 那這座建築物就沒有了實際的功能 那就荒廢了 那去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呢 政府就收輯這個信號塔 整理那些山頭的植物 改建這個地方成為這個信號山花園 那向公眾開放 成為這個信號山花園獨有的標誌 去到二零一五年的時候呢 政府就罕獻將這裡列為法定估值了 喂Jeffrey 你有沒有聽過信號山呢 其實又名為黑頭山以及大包米呢 那其實呢 黑頭山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源自於德國商人斯華哥夫 那他在1855年呢 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呢 一直都是香港經營他的生意 那斯華哥夫的貨倉呢 其實就在附近的 那所以那個山頭呢 亦都用他的名字為命名 而他的姓氏呢 在英文譯音來說呢 就叫做Blackhead 以前呢 九龍遍地都是農田 鄉村 而黑頭角的山勢呢 龍起 由香港島看過去呢 看到的呢 就是突出的山頭了 好似些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 裝著白米的米袋一樣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會稱之為大包米了 比起黑頭山這個名字 大包米在華人社區呢 是一個流行的匿稱來的 在1908年至1920年期間呢 信號塔的時間球呢 每日呢 是會引放一次的 那時間球其實是些什麼來的呢 時間球呢 是一個直徑六呎長 衝心的銅球來的 那每日呢 下午一點鐘之前呢 就會以人手攪動 就會升到呢 去個肝的頂 然後一點靜呢 就會自動引放到去肝的底部 那由1920年到1933年期間呢 時間球呢 就改為每日引放兩次了 那時間呢 也是由上午的十點鐘 到下午的四點鐘 除了為海原布時之外 遇上了這個熱帶氣旋來襲的時候呢 信號山呢 也都要馬上掛起這個風球信號到半空的 以提供這個警報的 那現在呢 不如說下這個信號塔的建築特色吧 信號塔呢 原本的高度呢 就大概是42呎 就總共有三層的 地下那層呢 就用來擺放著颱風的信號 那其後去到1927年呢 就再加建了一層 令到整座塔的高度呢 增加了大概20呎左右 那又令到這個信號塔呢 不會被附近的高樓大廈呢 所遮蔽的 而在外觀方面呢 信號塔的建築呢 帶有濃厚的古典巴洛克色彩 並且呢 是加入當時很流行的 愛德華式的裝飾 以紅磚呢 配以淺色石的構件 那沒錯啦 那我們看完外觀呢 我們不如再看看外部的部件 那在塔身方面呢 塔身呢 就是呈方形的 角位呢 就棄用了我們常見得到的方角 反而就採用了一個雅致的邪削角 而且在磚方面呢 亦都講究的 它用的是紅磚 是特別消製過的 而且呢 亦都採用了鷹式的砌法 即是一行的路頭磚 配以一行的橫砌磚 石作呢 則用這個本地的花崗石呢 所雕砌而成的 那究竟信號塔有什麼其他的建築特色呢 其實呢 就包括花崗石的基礎 腰線和鉗口 以及吉布斯色邊的窗戶 那究竟什麼是吉布斯色邊呢 其實呢 就是講愛德華時期常見的裝飾手法 是在這個門窗的色邊 用一些較大而突出的石塊 1927年加建樓層的小圓窗 拱形的窗尾 以及原本塔身相近的砌磚方法 和原本巴洛黑色建築風格呢 是相容的 另外 圓拱形塔頂呢 其實是用水來建造的 Canon 我們剛剛就看完外部啦 那現在去內部看看先 好吧 Jeffrey 內部的設計呢 就用這個簡泊實用為主 而它長身呢 就沒有任何的裝飾 只是用上了這個白色的批檔 而地台呢 則以這個鋼筋運營土而建造的 那麼我們再走進去看看 室內主要的建築特色呢 就主要有這個造型優美的螺旋形樓梯 沿著這個樓梯在地下通往二樓呢 梯級來繞住的就是一個鑄鐵軸心柱 用水泥來建造的 那麼它的梯間呢 也都裝上了這個熟鐵的扶手 至於在1927年所加建的第三層 即是三樓 就需要在二樓裡面攀爬這個鋼樹梯 才可以去得到的 我們來到這裡呢 其實都可以來一個總結啦 我覺得歷史建築和小山優的環境呢 可以給到工作人員一個優靜的環境 他們專注工作 而這個百年大樓呢 見證著天文台呢 不斷發展 用它的科技去改進 為市民大眾服務的 其實只要那些歷史建築 保養得宜的話 一方面可以做辦公室啦 另一方面呢 可以提供空間給觀眾欣賞 不會被淘汰的 沒錯 Jeffrey 在功能和歷史上呢 我們的訊號塔和183大樓的關係都相當密切 他們一同見證著19世紀的香港報時服務的發展 訊號塔 輔助著海原航行超過20多年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務 同一時間也都準確發出這個報時的訊號 便利了該處一帶的居民以及商鋪的 對於市民的日常生活 各行各業都有著很重大的意義 訊號塔居高臨下 俯瞰整個維多利亞港超過百年 見證著香港天文台 和它的報時服務的演變 在這裡我們都想藉著這個機會 多謝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我和Jeffrey 參加這個節目 下次我們就會再和大家走訪更多不同的歷史建築 請大家繼續留意圖書館的 康民署娛樂頻道節目 走讀香港歷史建築系列 拜拜